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厕所肮脏 难道就没有想过清理厕所就可以了吗 诶 你问这样多做什么 现在你是教育部长还是我是教育部长 林北市教育部长 我讲什么就是什么 知道吗 哈喽大家好 我是喜冲 刚才的这一段视频呢 你是不是听起来以为了 是一个编撰的笑话 是不是 sorry咯 还真的不是一个笑话咯 是真正发生在马来西亚 真实事件啊 今天呢我们的教育部长呢 哈他就公开发表了一个言论 他就说呢 现在学校很多小孩子呢 他们没有吃早餐 他们没有吃早餐啊 你可以想到各种各样的理由 没有钱啊 没有时间啊 要睡觉啊 各种各样合理的理由 你都想得到 但是教育部长给你这个理由 我担保你打死都想不到 他说什么呢 他就说呢 现在的学生呢 他们嫌啊 这个学校的厕所太过肮脏 所以呢 他们为了要避免去上厕所 所以呢 他们就不要吃早餐 这样他们就不需要去上厕所 这样他们就可以啊 避免啊 去忍受那个厕所的臭味啊 肮脏啊 所以你听好啊 教育部长的结论就是 因为小孩子嫌 学校厕所肮脏 为了避免上厕所 结果他们不要吃早餐 天才 可以想到这个理由 真的是天才 给他两个拇指 这样也可以 然后呢 这还不是令你最喷饭的 令你最喷饭的是啊 我们教育部长的解决方案 才真的是喷饭中的喷饭啊 OK 我就给你前面讲的东西 讲得通了 小孩子不是早餐 真的是因为嫌这个厕所 肮脏啊 但是你教育部长给的解决方案是什么 就是哦 他们以后啊 建新学校的时候啊 要改善那个通风系统 让这个厕所啊 里面的风啊 可以比较好的通出去 这样就不会臭了 只要不臭的话 这样呢 这个学生呢 就可以用这个厕所 用到很高兴了 我在想 什么情况啊 就算这个学校厕所真的是臭的话 这个是解决方案啊 通风系统 什么情况啊 我说 学校厕所肮脏 你最应该直接的方法 应该是去清理那个厕所 把厕所拢干进来就好了吗 何必要大费周章啊 还要去呢 大邦土木啊 去改那个厕所的通风系统 好像没有命中这个核心啊 好像没有对症下药啊 有没有这样觉得 好心里啦 这个厕所每个人都可以去洗的 洗干就可以了啦 还要做我们通风系统 你讲好像吗 OK 其实 这个问题呢 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 孩子 不要吃早餐的真正原因 到底是不是因为闲厕所肮脏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 即便孩子真的是闲厕所肮脏 但是 你 改善那个通风系统是解决方案吗 不是吗 你应该去清理厕所吗 每一间学校都有校工的吗 校工的工作就是要清理厕所吗 其中一个难道不是吗 我以前我的学校是校工清理的啦 OK 如果啦 你的校工罢工还什么之类的啦 你们也可以设立一个机制啊 可能啊 你们可以惩罚啊 哪一班啊 清洁比赛最后一名啊 这个礼拜的厕所就由哪一班去洗 也可以啦 没有问题了 是不是 OK 各种各样的解决方法 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清理整个厕所 你何必去改善那个通风系统呢 哈 还有 我们马来西亚学校的厕所其实是蛮糟糕一下啦 以前呢 我小学中学的时候啊 那个厕所啊 小学时代的厕所还好一点啊 滑小厕所还好一点 可是中学厕所就很糟糕了 尤其是那个厕所每一个门都不能关了 有时候啊 要大便的时候啊 要怎样呢 啊 那时候啊 我们就会去拿一支笔去厕所啊 然后呢 因为那个锁门的中间那只东西已经不在了啊 就要拿那支笔这样踩下去啊 就锁住这个门了 很好笑的那时候啊 然后的确是很臭啦 啊 的确是很臭啦 啊 肮脏还好啦 肮脏用水冲的掉啦 只是那个味道是冲不去了啊 啊 所以总结来说呢 就我刚才讲了两个问题咯 第一 到底学生不吃早餐 是不是因为显着是说肮脏 我跟你讲 不是咯 啊 学生不吃早餐 我觉得有两个可能 第一个可能就是 有钱 家里负担不息 第二个可能就是呢 睡迟咯 啊 贪睡咯 然后啊 睡醒了 已经没有时间了 要赶着去上学校了 我觉得就这两个理由吧 没有第三个理由啊 啊 然后即便这个理由成立 学校的厕所真的是肮脏 弄到小孩子 不要吃早餐 没有问 没有办法 啊 你可以 洗厕所了嘛 洗厕所罢了 你去搞什么通风 在马来西亚呢 真的是什么新闻都有 这告诉你 尤其是我们当朝政府啊 每一个部长 副部长啊 一个两个都是天才 什么样的话都讲得出来 西北好笑 厉害 好 今天我去跟大家分享 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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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